冲击功详语 女排最美接应逐渐入戏 曾单场哄37分为郎平解忧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她长相柔美 被球迷夸为小清新美女 天职不逊超模与演艺明星 她是中国女排集训的常客 但总与大赛无缘 2019年的郑一新在国家队更换了位置 从复工变成了接应 这是中国女排根据郑一新的特点以及国家队接应缺人的现状进行的调整 瑞士女排精英赛上 郑一新占据主力接应位置 可见中国女排对她改造的决心 郑一新在瑞士女排精英赛的两场比赛 并不能说特别出彩 但表现也不差 毕竟她是刚刚更换位置打国际比赛 指望她立马一飞冲天并不现实 郑一新首战日本女排15扣6中 篮网得到2分 总共得到8分为全队第3高 第二战对上德国女排 郑一新得分上双了 她20扣7中 篮网得到3分 发球得到2分 共计得到12分排名全队第4 郑一新的扣球成功率不算高 这与她在新位置上和队友配合不够默契有不小的关系 但是如果给到位的好球 郑一新的扣球绝对很辣 而且是扣出去直定地板 非常鼓舞球队士气 别看郑一新看起来比较瘦弱 但是扣球的力量真不小 她过去长年打复攻 却是一位火力凶猛的复攻 2018-19赛季女排联赛 郑一新成为表现最出色的复攻之一 她在得分榜上局军得到5.2分 仅次于李盈盈的局军6.76分排名第二 郑一新还曾在面对云南女排的比赛中轰下37分 这是一名复攻选手罕见的高分 身为一位复攻球员 郑一新展现了丰富的进攻手段 被飞 被快 被错 后排进攻样样精通 很多人在联赛期间感慨 郑一新要是改打复攻 或许能够在中国女排的进攻端围朱婷减压 同时丰富郎平排兵布阵的策略 中国女排在接应位置存在缺陷 共享与不是强力接应 僧春磊的年龄偏大 状态有所下滑 关键时刻接应不下球的问题在去年女排市锦赛上充分暴露了出来 今年中国女排联赛结束后 郑一新参加国家队集训 绿马被放到了接应位置改造 郎平亲自对她调教 这次中国女排征战瑞士女排精英赛由安家杰带队 但作战思路还是郎平安排的 郑一新占据首发接应位置 他逐渐入戏 相信随着比赛的深入 中国女排的最美接应将打出更好的表现 真的要听車 均筒 就是 在说 观法 客门 之前